主要还是对于Rogue来讲 这个阵容依然有一定的进攻压力 他的中野和下路组合 都是需要在有优势的情况下 继续打团才能比较好打的组合 是的 对吧 Rogue的中野其实是比较好联动的 不过从整体的阵容来讲的话 虽然两边可能都下半区 前期打架能力会比较强 但是京东的后期能力 是比Rogue要强的 Rogue的话就看双C的一个发育了 前期要是没有节奏的话 这个阵容感觉就差不多记了 是的 而且这个阵容我还是比较关心的 在于下路的一个队线 因为奶妈加 说实话打卢娜 最多就一级好打 就是我唯一能想到的 可能有一点反制效果的是 奶妈这个英雄在卢仙E上来之后 给他脚底下放一个E 效果是不错的 因为这样会阻止卢仙继续打输输的 同时让卢仙撤不回去 但是如果你在卢仙第一波划上来之前 被卢仙的W和娜美耗了比较多的血量 那其实你这一波也是拼不过伤害的 因为毕竟奶妈是个软腹 对 卢娜打拉扯的话 打对面卡丽莎跟奶妈的组合 我觉得不会太吃亏 再加上命运的召唤这个技能 跟奶妈的象形实在是差太多了吧 但肉哥既然操了 应该是训练赛可能效果比较好 对啊 看一下吧 这个就有点像路人局有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那个卡丽莎加猫 然后打完的时候 他对我包进去 他没办法了 卢仙带的点火 这把确实面对奶妈的话 感觉需要个点燃的 是 就一般这个优化 都是卢仙带虚弱或者点燃 如果需要 因为纳美还是第一次说那个问题 对啊 他碰不到人啊 大叔会不会删姬哥玩法 姬哥今天也在加冰鞋 对吧 一击直接不上线了 开扫描过来看到了 但这个位置留不住 Hope呀 他没有鞋哥玩得那么决绝 说实话 可以那样玩的呀 扫都扫过了 确保这个草莓眼 就在草里蹲着 对啊 一击捆完一波再提上去 而且知道你没进化的 好像是有点机会 但只能说 他应该三级哥比赛看少了 确实 而且感觉精东调整得很快呀 上一把盲森是三郎开局 这一把直接找机会去三郎放眼了 哦 先持得点 先攻直接偷掉 但他也换了个路线 他选择让大树帮一下自己吧 直接揽开 卡纳位这边有人刷下来 一级因为没有草里的情况吧 所以相对较弱的卢纳上线还是比较小心的 他们选择了跟着兵线一起上线 然后再慢推 奶妈一级还是蛮强的 毕竟这个英雄的Q技能 算是下路辅助对线比较厉害的 对 加上卢纳一级比较弱吧 卢纳前期还得发育一下 起码到三级才有换血 是 应该要看到了 也知道你盲僧是上半区三组刷完往下走的 这一级你别说奶妈打得不错啊 这么看应该是至少中了两个Q的血线了 中路拉尔森也打得很凶 但牙膏这边也是经典待法 多兰顿家复苏之风 看到会被眼眉看到了 这想要交闪上去干坑吗 呃 但这个位置会不会反蹲到 看到盲僧了 而且自己没闪 直接后悔 利用盲方焦土 奶妈这个沉默放的位置有点抽象 盲僧交闪过来 敌单伤害根本不够啊 靠别交闪 差一下平类也A不到了 奶妈这个沉默好抽象啊 哇 不过这波那个眼还是放的会关键了一点 直接找到卡纳卫的位置 不然我感觉这波抓了 爬对面下路吃不消 是的 但这个位置卡纳卫运气比较好锁住了 奶妈应该是想用一段这个天带优业 然后不让她用天带优业坐太久的位移 对 没有选择就那种逢走位 是的 那这样等于是打野和AD换掉了卡纳卫的一个闪线 而且这个位置卡纳卫反而绕上来了 有茫茫角土 马上看到了上路有点线权 这个河线应该是争不了了 那马上前期在野区有机会拿到一个双蟹哦 哎 马上这波其实刷的也挺漂亮的 下路打起来进化解了点燃的伤害 差一点点伤害 卢仙往后一再闪回来 呃 那这样卡丽斯塔应该还能再追一下 后面毕竟是没闪的 这波肉哥多个治疗啊 迷迅的治疗上波交了 其实抬了一口 本来想打一个出其不意 主要后補这波想搞个后撤步 然后他往后滑闪回来 有点想多了 那这样下路的话卡丽斯塔只拿到两个人头 完成了对线的双杀 再来看一下 抽底圣光被这个滑满鞋给躲掉了 其实我感觉当时直接往前滑的话 有没有可能效果会更好 但也刷不掉 因为有治疗嘛 对进化解了点燃 并且会解掉点燃的重伤效果 所以直接治疗的话会抬满的那个血线 那这样打完下路其实蛮难受的 主要卡丽斯塔这个英雄拿到两个头 对于卢仙来讲是非常难兑现的 而且这一把对于卡丹梅来讲 第一波因为掉了闪 所以目前的节奏也没有那么好 上路又是一个奥恩的情况下 对于京东来说 这把前期要稍微的稳一点了 但这把369兑现打得有点好啊 肉打肉能小压个十几二十刀 确实 奥恩算肉里前期伤害比较高的是吧 对 有一岁嘛毕竟 奥恩最终其实前期挺厉害的 加上这把大树是帮开野了嘛 晚上线 但讲道理不应该也被压二十刀 只能说69哥可能对线比较细 这大树换血换不过感觉 对 难道今天卢娜选了对线都出问题了 确实几把看下来效果好像都不是很理想 还是第一波我觉得刚才因为马上就打了 没有再往下说 就是马尔的那个三组也直接来蹲下的选择很正确 而且他正好蹲到了卡纳威孤注一掷的交闪过墙干客的那个时间点 然后还逼了米森一个治疗 对的 转角遇到Q先手打一套 马上这边还是一个电行的盲森 上路叫眼想单杀 打一个一岁Q减速 再方向远期想打双一岁 大树这边也比较讲究 直接把闪线给交了 这不交闪感觉要出事了 再挂个一岁 对上波把TP交了 这波要保下血量 下路来了 中野都在靠 卡纳威和牙膏也在路上 卡纳威是蹲在后面保卢娜直线 有点危险啊 链子空了交闪 哇拉尔森刚才没有 练到感觉高子哥要死了 对而且他复制的链子也没出手 高子哥命大 感觉拉尔森如果狠一点 那个R再打一个链子 真练到也有机会杀呀 这波不是很果断吧 但龙肯定还是没了 主要因为下路前面被限杀之后 导致一直没限权 而且卡纳威现在已经吃掉了两层的肚层 马尔森的反尊加上三级的对拼 京东下路没拼过之后 现在下半局感觉打不了了 现在 是的 中路打一套 链子连到 牙膏这边回身 石菌兔寿回波血 那中路的话 牙膏的发育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这把只有369的优势很大 但是这个优势毕竟来源一个奥温 中路过来 魔影迷踪偷来的是躲掉了对面的链子 但是盲森来了 还好有魔影迷踪啊 你的大招真好用 我们看看AWS给我们特别呈现的经验列表 你可以发现拉尔森的经验已经是遥遥领先了 盲森没成见 没那么好反吧 主要是对面的勒弗兰马上就来了 利用这个蓝buff挡 盲森的KO 但勒弗兰马上就到卡兰维打掉这个蓝中升到六级 马上也是魔眼走 知道勒弗兰在边上 卡兰维没有去大招过墙 上路对线369已经吃了两层肚层了 但下路也被吃了两层肚层了 但京东打上半区现在3分3是能打的 卡丽斯塔跟南妈并没有来上半区的意思 一上来打一套被减速闪现过来直接打伤害 打出了卢仙的闪现加纳美的一个治疗 哇那这一波下路其实还是有点亏啊 主要这个塔下没想象中那么安全啊 所以旁边赶紧来看一下做个视野 先锋是直接拿到手了 好在这把69哥肉打肉优势好大呀 卡兰维这把还能绑下上路 上路这把优势确实大 又换成上路 上中也给下路都低 高子哥这个位置很危险 盲森这边直接踢到腰极脸上来了 偷了一个盲森大招 这边能踢出来吗 但是换不掉啊 小R一连招但是那个二段的强路被挡住了 实际肚子好了吸口血 牙膏还在操作 拉尔森在等技能的CDQ打的过来 没有打成伤害 而且三个九下路单上了 中路一打二是打两个人没有死 高子哥这波好秀啊 就这个位置第一时间走脸都感觉可能会被秒 中伤又开始兜点 69还能吃个肚层 其实牙膏想R一连那个盲森 是的 如果连到就把盲森杀了 那这样卡纳尾直接选择下来帮下路看一下 刚刚看了一下上路经济好像差了一两千了 很夸张就唇一为一 这能单上好夸张啊大树没闪 撞起来了 我打了一套完美奥恩连招 然后还拉下距离也不让大树绑自己躲羊 闪现QA一下腐灭 这羊怎么吃人的 行云流水 那这样这两波打回来 尤其下路没有再被扩大 对方的优势的情况下 京东前期算是稳住了 但卡丽萨这个经济领先还是蛮夸张的 不过这把还是那个问题吧 就是卡丽萨配软斧 在中期的作用还是没配硬斧那么大 他这个大招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抓紧会能力没那么强 你比如说丢一个泰坦出来 人家会害怕 但你丢一个奶妈 好的关系这个位置 好像有点走不掉了 有闪的 看看怎么走 过来了 给一个大招 闪完还好是捆住了 第一线给不到现在游业 但是对于卡丽萨来讲 这个线推过去 不行就把先锋放了 直接把一塔吃了吧 是的 而这波也刚好来了一波冰 后部这边被连累下 直接一拉走 上路先锋直接叫 但是盲通在附近 不过塔应该是掉了 塔掉了之后 阿德巴尼也只能撤退了 想保着先锋撞第二头 但是王尔就在 王尔就在边上 不过 郑东这边心里也清楚 哎 这大树卖得有点深吧 想二打二 再踢到先锋了 奶妈给一口大招 赶紧保一下自己的大树 这波天一波挂到先锋身上了 硬把先锋清掉了 是的 还好有个奶妈大 不然感觉卡纳比 可能就要交大了 但这个奶妈大交了 也算变相给下路缓解了一些压力吧 后面这边洗一套 有点可惜 好像先锋先破了 这一波没偷到钱 这波京东搞上路 其实相当于帮下路 也缓解了一些压力 对 王尔在上路露头了 而且奶妈把大交了嘛 对 中路一闪过来动高子哥 不知道高子哥偷的这个 是不是模样迷宗啊 应该是吧 啊是 哦 哦 交闪了 电行盲僧还是予以尊重哦 在伤害上 而且他拍眼刀都出来了 下路要打吗 纳美回程给大 RQ连带一起 进化解掉了 但欧恩来了 不过下路伤害还是太高了 撞回来的杨氏 只击飞到了一个奶妈 欧恩过来 身后跟了一个盲僧 这个位置奶妈能奶啊 靠不着这个位置被击飞 欧恩伤害够吗 纳美闪前 见水帮差一下平 王子贴了个膜 被卡纳为闪前 Q把这个人头给拿到 而且是一个大人头 跑着这边还在往前追 六九哥我哭死 他真的太团队了 这波竟然徒步下来了 是的 并且这波combo 跟米森接得很好 撞起来一瞬间 米森闪现接Q技能 而且这波 把最肥的凯撒杀了一波 是的 六九哥不亏的 就是因为大树 也直接踢下来支援了 所以上路现在是不亏的 牙膏直接上去吃 顺势还能拿一条小龙 但这个位置 对方的中路也赶过来了 马上看一下这个龙 大树给他把卡纳为赶走 卡纳为这个位置 先拉一下大树大 这个龙可能要被接 但三绿组再赶回来 卡纳为有一个拼成绩的机会 三绿组一个 一把对方的银腹给撞起来 奶妈先被击杀 后面王可以捡奶妈 先不着急捡通话天灵 上去龙是被帮人打掉了 侧面这边大树能不能留一下 大树是没有闪现的 卡纳为还有一个原生的通话天灵 但是这个异技能 是撞到了自己的火山图键 没能把大树给击飞 伤害够吗 有神圣分离者 撞到了自己的火山图键 否则是有机会把大树击飞的 我虽然没抓到 但是下路一个妖姬踢下来 有点难守塔 他只能往后撤 这波就能可以吃肚层了 但对于肉侯来讲 这条小龙拿到了 其实还可以接受吧 毕竟卡丽萨阵容 对两条小龙在手上 但是把震动压力也没那么大 刷了个蜂龙 这边一眼 真眼又插草外了 不是的 也补的一个位置 拉尔森在卖 南马给了个大招 乃了好多血 但这两个人能不能走啊 盲森这一次 RQ接上了人头给到拉尔森 金东的真眼 金东的眼怎么回事 怎么老是插草外的 有梗的 追人的时候有点着急吧 这波能不能找个角度洗一下 就是追人的时候 那个大树已经出草了 哈哈 他想看 对 他想看一下草外的大树 高子哥这波没闪现 感觉有点危险啊 一线已经交过了 卡丽萨队在用小兵刷叶 看一下爆毛 哎 卖子拉开了 闪现过来爆毛 哇 奶妈来救了 顿弓打出来 踢下来的是一个奥恩 伤害不够 叫一个羊 对方有奶妈 想杀奶妈 这对方毕竟三个人 三的有这个位置 要稍微的撤一下 感觉这么大就是凶一下 是的 旁边一个兄弟都没有 第一时间 我感觉这把其实前面下路的口子被撕得有点太大了 嗯 但这波靠谱好像有点粗糙 否则这个双招应该不至于这么交 对 第一时间一技能可能在cd吧 嗯 好在有一个很肥的奥恩这个弦端一直在帮助京东撑场面哦 这个二先锋还是可以拿下来 这把又靠上野在兜了感觉 对对上野这把发育其实还是可以的 但要小心这个卡丽斯塔呀中期有点压力的打团 而且卢仙这英雄完成这样已经没啥用了 又想暴躲撞 你别说他这个大树躲技能躲的还可以 这还可以 老树 京东二先锋也直接拿下来 现在就是卢仙没啥用了呀 达到这个局面 看看中期能不能捡一两个人头吧 否则这把打不太了伤害了 不过他这把是一个先锋 目前看下来装备没差多少啊 嗯 但这把京东没有那种太稳定的控制 这把奥尔森进来Poke没有太好的留腰肌的一个手段 对这把腰肌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而且卡丽斯塔应该这波回家要更一波装备了 他刚拿了牙膏的人头 哦 现场有存款 哦 扬刀快出来了 上路369的优势还是很明显哦 但是打团依然要注意这个卡丽斯塔 69哥的对线一直在打大树 感觉现在伤害应该是最高的 感觉起码刷了一万了 在大树身上 可以 一会看看AWS 给不给我们看那个大树前为止的伤害 感觉应该是最高的 我也感觉三树底应该是最高的 奥尔森这一手经常前面打巨高 AD对位落后了两千块钱哦将近 但是我们的上野加起来 其实领先了也有个快两千块钱 这些经济是持平的 嗯 看一下这条龙呗毕竟这条风龙还好 压力真没那么大 对 但感觉京东也可以接 装备上来看的话 其实京东整体也不落后的 经济毕竟是一样的现在 而且只要上野能够杀一个人 破败王的舞台就很大 马上这个跑跑流氓声 直接给先锋 这部塔推掉了呀 凯瑟塔不敢守了 而且因为奥恩那条线单线优势过大 所以Rogue自始之中 没有那个奥恩的位置的信息 导致现在正面要时刻小心 卡纳会再到下面 这个位置是选择把对方下野区的视野点亮 然后再来看这条小龙 上面的大树还在慢慢游游的带线 但369这个时候已经到中路支援了一波再回去 TP马上是要赚好的 纳美回家补眼 身上的眼已经插完了 龙还不急 还有9秒钟的时间 这波视野已经被京东占住了 所以来得及等纳美 对 而且刚才推完有中线嘛 所以给了纳美一波回家补眼的机会 奥恩直接选择踢线 帮助先把这个中线顶住 但大树也赶过来了 这个时候双方要围绕着第三条龙打一波团了 下路链子连住 打一套 打了一个电形 牙膏在河道有一个果子吃 中路撞起来 南巴的位置很差 但命运的召唤把他给收回去 卡纳达的大招还是能够保人的 而且没有了应付的情况下 这个大招保一下人已经很不错了 这一波奥恩也没有交任何技能 卢先把大招给洗掉了 牙膏偷了一个大树大 这个位置很不错 卡纳这边跳脸了 上一波把双招交掉了 卡纳这个位置真要死了 牙膏拿到这个大人头 那双人组倒地 这个龙应该是没有机会了 这波牙膏这个 大树大招真的太好用了呀 你的大招真好用 对 这样卡纳上波闪现 确实这波大伏辟啊 伏辟了 上一波太粗糙了 导致这一波滑脸没后手了 这就是牙膏这个大招的角度 真的有点好 再加369的一个大招 直接把对面封死 过来想抢 拉伸下来给视野盲森 下去踢到人了 而踢过来破碰 破碰被踩死了 而且没有扯进的情况下 这个龙不太好招 不过还好盲森先被击杀了 那对换打影的情况下 高则还是把这个龙给收下来 主要369刚才觉得 这个龙稳达已经回去吃线了 直接发育了开始 哇 这波还好卡丽莎送了 感觉若哥这个下路 打团的时候也没太想明白啊 第一时间奶妈先被奥恩平撞起来 逼了卡丽莎大招 对 当时他们的中野 是在下半区找牙膏的麻烦的 然后正面被开了 感觉若哥的这个沟通 做得也挺差的 是的 而且这波是当着面 拿着这个大招 说实话没闪滑脸过分 有点过分 路线也交个闪现庆祝一下 庆祝一下 无所谓 你都送了 我闪一下又如何的 我本以为这把后悟已经挺离谱的了 没想到对面直接划脸上了 经济反超 但是目前对于Rogue来讲 拉尔森的发育还是很不错的 第二件准备直接帽子 这把拉尔森确实得拉伤害啊 不过九哥这个装备真有点好呀 就卡丽莎这么肥才两件 但他已经两件半了 是的 而且他马上14级了 上单这个时候已经对位领先了一级 中路级生枪洗礼洗一下 奶妈一个沉默打断 现在没闪得小心一下 盲色的大招踢回来 而且现在右边的视野 这个位置可以洞察到腰机 可以溜 Rogue这边再把中路线顶过来 但是现在对于京东一塔 还是很难推的 369交洋啊这个口子 回身被沉默了 撞不出二段 纳美赶紧接上大招 只能卷起一个mara 哎呦 你别说这种奶妈还可以哦 几个异技能放的还是蛮精髓的 如先的大跟奥文大有点被刻的 是的 我刚刚这个位置开 我觉得是不是就想避一下对面位置啊 因为羊高刚当时在开拆下塔的 第一时间在后面也没有绕后踢的位置啊 现在肉隔五个人 在中路也做不了事啊 下路高资格发育的很爽啊 而且这种情况下 大树的等级会落后的蛮多的 一直在跟团 对 赶紧回来吃点线吧 同城旅行这边还是觉得这把 是肉最有机会的一把哦 打到目前为止 二十二分钟了 经济落后的不算特别多 因为前面两把比赛 打到这个时候 其实已经快出战略点了 进来一起做一波视野 京东这边除了辅助已经全员都有两件套了 那现在肉鸽这边 他现在还是只有一个ADC是两件的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吧 奥恩会越来越难解决 对于肉鸽这个阵容来讲 对打不动 奥恩马上还能发装备了 对的 车马感觉会跳过AD 先给破败王打个神分 没问题啊 凯拉玉反正是自动 说出破败的伤很高 是的 完全能当合来的 肉鸽的大龙区压力太大了 一点视野都没有 而且本身是个奶妈的情况下 做视野要格外小心 否则凯赛就得留大救他了 所以野斧抱团前进 凯赛在后面随时等救 牙膏这个时候一直在下路爽蛋 前击对前被压刀 也慢慢堵回来了 偷一个大树大 那感觉可以往正面靠一下 哎呦 还是先给后鸽把这个变台风了 等龙没 感觉没什么更多的机会了 现在 看到腰机在上 要不要逼波中路 有个大树大招 这就可以大到逼位置 永双 雅高上来拉到 大树这边回滚 在自己的位置很差 两边的大树大都交出来 大树这边还是往后跑 奶妈蛋奶 身材尽力洗过来 打了大树一个闪现 而且特别吃病被打残了 直接被命运的召唤收回去 并且这波打了勒布兰一个TP 那随着大树被打残 打出闪现 勒布兰也踢下来 奶妈也被打了半条鞋以上 这条龙京东又有一个先机 并且奥恩的大还没有交 塞拉斯 隔天前拉一下 没有拉到猫啊 中路的现在被顶过去 卡丽丝尔往前停 又踩到脸上了 雅高之边直接闪现过来打一套 但是奶妈给大家 毛丝的一脚直接保住了卡丽丝尔 说实话 这个沉默确实还是挺烦人的 然后奥恩的羊再一次 没能撞出来 对 上一波也是 那个位置追击 如果没有奶妈的沉默 有可能杀掉人 但是这波 真的在桃里面蹲了一下 这个位置 卡丽丝在后面 抽了奶妈一个大 等会儿能哪一个大血量 是的 正面直接打上来 奥恩顶在前面 哎 但是电刑直接飘死了 后果 奶妈的大仙 交出来给自己人回个血 4打5还要打吗 马上在正面 吃点充分 打出猫人一个闪现 没有了路线 伤害可能会差一点 奥恩没拍回去了 奥恩没打了一个闪现 正面使用不过几个大数 而且层面拉尔森机长 好像没人能够管 拉尔森里面第二楼 就都转好了 闪现过来踩右 马三楼就给踩死了 雅高这个时候 而且他的意识 在W回去之前放出来 那个一飘的很长 步步没能反应过来 是的 而且这个阵容 对京东来说 比较难受的一点 如果卢仙先死的话 后续没有人 可以去配合塞拉斯 帮弗一哥打出一套伤害 让他开始收割起来 这左边奶妈 可以一直奶回来 再加上后续的时候 勒夫兰比较灵活 他的追击后面京东 没有办法去处理他 万幸是没掉大龙 对 一切还好说 这个时候复活还是比较快 卢仙已经回来战中了 哇 这波拉尔森 操作很精湛啊 而且第一时间 京东想 激活卡丽萨的时候 还是被奶妈沉默断了羊 对 再来看一下拉尔森 这波的操作 找这个角度 直接QR1 哇 这个有点便宜 哎 打起来了 大树没闪的 后面王把大树的人头捡起来 那要不要直接打龙 而且因为自己有大树的 这个小魂 可以用大树的被动回点血 正面拉尔森再过来消耗 后面王缩到龙坑里面 但这一波感觉要接团啊 一个拉没有拉到 大树这边喷了一下卡纳 卡纳的血量不是特别好 哦 直接冲进去 成功已经交掉 可以交扬了 扬来扬去 靠谱交了一个直男闪现 还是被击飞 但是奶妈的第二发Q技能 还是减速到了更多的人 特别这边马尔森又没接到Q 你是认真的吗 啊 好 红车能烫死吗 没烫不死 但是他风普在追了 交闪吧 要不然交闪吧 好 红直接收到这头 可以逼大龙吗 卡纳比血量有点低 但大树复活有踢的 这边撞起来奶妈亮了PP之后 直接溜 洛夫来这位直接偷到了纳梅 想往前追 但洛夫来太灵活了 洛夫来这边还在往后 奶妈给了个治疗 奶妈这块富光奶 卡纳被大树给控住了 卡纳拿到这个人头 正面残局打起来 靠比岩岛 但勒普来这个车站上还是个灵活 吹皮交了一个Q闪 闪完之后检测到往回了 压高还有二段强路距离够吗 风龙地形又加速 强路拉到了 极限距离 压高这个位置拉到之后 奶妈被击杀 那没有打野 好像大龙也打不了 先吃下野区吧 上路的线也可以稍微推一推 哇 这个盲僧又R1没Q到 是的 体力腹的感觉 这把R1Q到其实卡纳未没了 对 第一时间就要被瞄的 但不得不说 这把拉尔森打得真的很好啊 几波团战拉尔森都偷掉了 比较关键的人 拉尔森装备有点好啊 这三件套 而且没点空弄不了他 就只能出现那种 我记得小天有一把 就是菲格预判那个勒夫兰进来 W把他W到秒了 在中路的那一波 是的 又来了 踩上来 后不见人就得交闪线啊 这个位置没办法 没魔抗了 真的交闪 被练住就要死 现在主要要想办法处理一下这个妖姬 再来看一下这一波 主要正面还是奶妈太能不止追击了 这个QQ完之后减速到了两个人 然后Mara这个位置 可是卡纳未这波是真自信啊 他是眼看到了一个满选的毛松在这边 他一个人过来找他的 是的 卡纳接不到Q也在计算之中吗 有可能吧 主要接上真死了 这位置 然后正面Larsen 关键他某友名东回去奶妈给了个治疗没死 然后卡纳未上来被大叔抱住又击杀了 好在亚冠后面这个两个强弩好准啊 亚冠这边一过来不及 利用这个风龙地形先加速拉近距离再拉到 这应该是R1Q不到那一波的表情 导播是懂的 但经济上面京东的领先还是比较明显的 现在还有一个两千多块的领先 再加上下一波打团 其实对于Rogue来讲 这个正面解决奥恩是非常困难的 奥恩已经三件套戴一个深约面具了 Rogue现在比较依赖 邀奇先偷人啊 正面55直接开起来吧 京东完全能打 这波肉哥他们有两块秒表 马上下大棋 哎 假装没看到你 真下大棋了这个位置 但是不是有点早啊 小龙还有40秒 京东差不多要来过来做个事业了 看看马上这波能不能成哦 杨高这边选择直接进去拍事业 现在想偷个大树大 杨高想找大树偷大 没有大树的视野 大树很懂直接藏起来走远点 对的 马上这个棋能不能下层啊 他有排点刀嘛 他知道这个草里绝对没视野 还在绕 他有排点刀 他绕的会稍微舒服一点 来了 左边有踢右边有盲僧 这个位置马上还没被发现 但野区可能会先被开起来 勒夫兰过来 这个位置已经没看到了 后不选择直接去找勒夫兰 把勒夫兰逼了回去 马上还在绕 他还想等 坎达刚刚意识到了 往这里点了一下信号 在找了 过去找了 但还没有看到 杨高这边偷到了大树大 正面娇阳了 一打一打起来 打了拉子一个伞 正面娇阳之后 阿德万这边打残 过去捆了一下奥恩 奥这边拍过来 但是伤害好像不太过 打不动奥恩 强路撸出了大树的一个闪现 靠路里面还在跳 两边都没有太多大招了 但这个时候马上还在绕 他把蓝反了 然后呢 他还在单防 刷三啊 闭了 小龙接不了只能闭了 我们以为他在跟人 原来他还在等蓝buff刷新 吓坏了 亮了个表情 也算有所成效吧 把这个蓝反了 不算白来 是 不能空手而归嘛 这样中路换了一波技能之后 弱格还是球稳 把这个龙给放掉了 主要勒弗兰在侧面 也被高特给单防了 而且这波高特打出了 勒弗兰的一个闪现 就一开始还真挺悬的 分成了三块 一边是两个打野 一边是两个中路 还剩下来的六个人在一起 对 但京东 反对面绕后这块 做得真的很好 是的 看不到盲森在正面 直接去后面找了 你也可以看到 AWS给我们带来的 这个经济的曲线 在前期下落 有巨大优势的情况下 京东凭借着上中野 慢慢地把这个局势 给搬回来 但这把真打到 非常后面的团战 我觉得两边 还是都在看这个勒弗兰 就一边是靠勒弗兰 打主要的poke伤害 然后另一边 就是看能不能逮捕 这个勒弗兰了 对 看拉尔森团前都能poke吧 不能poke 团直接开起来 京东感觉还是好打的 对的 但这把有一个奶妈 其实给这个勒弗兰的容错 还挺高的 他打一套回来 奶妈给他奶奶口 他又能进场再消耗了 是的 京东开始排 对方蓝芡部区的试验 拉尔森就算时间是没闪着 他自己也会格外小心 后边往前 消耗了这样芒生 所以感觉可以排试验之后 给大龙压力 直接蹲就好了 然后让奥恩找机会 在奶妈沉默不到的地方开盘 对 撞上来 这个位置奥恩也拉回去了 中路直接交踢回来 是高则克的踢 可以洁癖大龙了 而且我觉得还是要等能偷 来了 撞羊 奶妈被收回去 COP看了个表 表结束的位置就在差 交一个闪现 马上这边也急着交闪回来 奥恩这边把两个人给双上天 一个强路拉到COP COP应该是要死了 拿到COP的人头之后 奥特曼尼应该也走不掉 没有闪现的 阿尔塔现在没有太多的伤害 奥特曼尼也死 高则克冲就像战神一样 直接把窗战组全贴死了 那只剩下一个拉尔 应该是无力回天了 这样至少先拿一路 看看 京都这边怎么选 最后注视这手 羊的开盘 有机会 腰机听不了线 主要POP这里不舍得交闪 交了个表 导致队友必须得救他 他有优势之后 这几个挺搞的 真的挺搞的 高则过来 RTE一接到 但是魔友引民中回去了 没有接上勇双 正面卡单位扛塔 差点扛死了 不过盲森已经先被解决 那这样 京东在五人都在的情况下 应该要推掉基地了 我们恭喜京东3比0 挺进半决赛 恭喜京东 恭喜京东 非常干脆利落的三场比赛 这场比赛对于拉尔森来讲 确实有些难过 他打到最后都是一个完美的数据 但对于我们来讲 京东的三局游戏 其实在前中期都有人送出一些人头 不过都有人能够站出来 帮队友给补上这个窟窿 但大家都应该已经习惯了 对 对